這是台中團出有歐心的友修 聯合差不多有四百四十九項的病院 繼續不熟的有給報廟 用健保教早養有品的記譜 友修現在是看準說健保室 兩年才有這個郵仔調整風暗 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也有空香 他們就貼管每一顆郵仔的介紹 差不多五倍這麼多 加上兩年才調整一次 所以有健保室在這個五種 常常在用的感冒藥裡面 這兩年裡面就被騙了七千多萬 所謂的在會計上的折讓就是退貨 那實際上是假退貨沒有退貨 用折讓的 開折讓當的方式 來做一個帳上的衝銷 讓這個價格拉高到五倍以上 調查警官查出 兩年以來 這間油槍有許多七千多萬 這間油槍看準健保室 每兩年必須在中心新鮮 油品的機會介紹 這間油槍也算令幾下 很多款的燒油 那才是只聽點點的油品 一時就都想當完 然後才跟醫療醫所來合作 像這油門的計劃來參與館 所來對於退貨的方式 減作出匯療來做計劃 先不讓健保局 不過第一次會看 醫所就是要借給醫療醫所的 公司 目前都有四百四十九件的 醫療醫所醫所下案 有從醫療醫所到一般的私人醫療醫所 到到一般的我們街角的藥房都有 調查警官郭家 一台介紹油 先不忘記是你一塊以下 不過油槍說灌到每一塊三塊 還再向健保室來 請請留步幾乎 檢查到四到五倍 幾乎也灌醉 健保室店是不好有相關 中的邀請書 記者 台中綜合報導